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开学咯 妈妈们要回到厨房了 我们来煮一锅红烧五花肉 就可以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这里介绍韩小菇 因为她刚新上架不久 她很扎实 她适合拿来炖煮 或者是我们中秋节要做烤肉 我觉得她应该都会蛮搭的 跟我们每一年中秋节的巨无霸杏鲍菇一样 这里还看到黑木耳 我在做料理 尤其是像这样卤肉的 我都会加黑木耳在里面 这一次的调味料有看到是黑胡椒 我有研磨罐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买黑胡椒粒 还有有机番茄酱跟辣豆拌酱 我用的调味就是这三个 然后再加上海盐 海盐没有入境 然后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冷冻面肠 它的成分是小麦面粉 它不是黄豆大豆类制品 还有葱 葱我把它切成 两种形式 大家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央虚木场跟大家讲一下 它除了用水帘饰的一个饰养的环境之外 他们自己有成立中央饰料场 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去调配 他们要给竹子吃的饰料 同时我们在站所会看到苏棚小黄瓜 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循环在生产的一个概念 我叫做卤肉 所以我的肉就不会切的太小块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吃法 然后杏鲍骨我就把它滚切 蒜头我把它带皮 然后把它拍碎 要做炖煮的料理的时候 蒜头我都会把皮留着 其实蒜头的皮都很有营养哦 一起炖 这里看到我先起锅 把我们切好的五花肉先煎 两面都把它煎香煎强 然后我再放进去切好的洋葱 还有杏鲍菇跟韩小菇 菇类我都一起再把它放进来 把它拌均匀 我这锅子有点小 所以你要做料理的时候 那个锅子就要跟你的食材的份量是一样的 这样你在料理的过程就不会像我这样 你看我要出动一只搅拌铲 然后一只叉子这样弄 我这里磨的是黑胡椒 然后我就先把它盖锅盖 我这个动作是让它去把洋葱煮出水 还有菇类 所以其实你看我没有加什么水 但是它是会有汤子出 这是它的原汁原味 然后我在这时候啊 它体积会缩小了 然后我在这时候把辣豆拌酱 还有有机番茄酱一起放进来 嗯我后来还有加一点海盐 如果啊倒一点点的生抽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然后再倒水进来 我就盖上锅盖让它去焖炖 我大概这样煮30分钟吧 其实焖炖这个过程也不需要太久 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就好香哦 就很想吃 因为里面非常多的食材在里面 还有面肠啊红萝卜洋葱 黑木耳跟各式各样的菇类 刚才切的比较大段的葱啊 就是在最后这时候放进来 然后再把它稍微拌匀 这一锅红烧五花肉 我用的食材跟调味都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喜欢这样的料理方式 跟吃起来的感觉 教给大家 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